大家好 晚安 这点过去来看到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11月即将登场 那么现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他几乎是笃定要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不过他24号在一场演讲当中疑似是叫错了妻子梅兰尼亚的名字 这也让对手拜登他剪刀枪打做文章 那目前大选年超级星期二只剩下7天就要登场 那么多达16周的初选作业结果发表 其实总统大选很快就会正式的开打 那么竞选连任目前已经高龄81岁的拜登 他其实常常就会在公开场合说错话或是失足 那么这也常常成为敌对阵营的嘲讽皮财 不过刚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角色对调 换成拜登他在谈话的一个节目当中 他就嘲笑川普的记忆力是大有问题 因为他连自己老婆的名字都已经搞错 不过呢其实就有网友表示 川普他说的梅塞德斯指的是当时的一个场合的主持人 并不是真的叫错他自己老婆的名字 那么其实拜登呢看到他其实就常常被政治对手 是嘲笑质疑他的能力 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 那么拜登他本人其实他也是非常介意自己的年龄 曾经呢他在80岁的生日就拒绝任老 表示自己不可以提起80岁这个数字 不过他26号在NBC的脱口秀节目中 当时呢他刚可以看到他也是改变他的竞选攻势 是主动拿自己最大的一个政治弱点 也就是呢年龄的这个问题来攻击最有力的对手 也就是川普 他说呢当时在节目上就谈到了 他说他们两个人的年纪呢其实半斤八两 但是川普他却记不住自己的老婆叫做什么 也就是呢他就借此来嘲笑现年77岁的川普 他是不是记忆力有问题 而且呢他在节目中跟喊话他的选民 他说呢不要只看参选人的年纪 而是要看他们的想法呢到底是有多闹 回击川普是想要让美国回到过去的这个事实 那么其实呢两个人不常攻击年龄 因为呢川普他说过他不认为拜登的年龄是一个问题 对于连任是问题 川普他其实呢他的策略是将拜登描述成一个无能 而且是有认知障碍 他主张的是这些问题 并不是因为年龄才导致这两个问题 而且呢其实拜登他的年龄现在在选民的心中 似乎不是最大的一个隐忧 因为根据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拜登在以巴冲突中 他支持以色列的这个立场 才很有可能会变成最终选战的一个最大弱点 那么来看到美国100周之一的密西根 27号是举行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这个初选 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 那么美联社就预测拜登和川普他们双双取胜 初步的开票结果显示呢 尽管拜登他预估他是会以七成的得票率获胜 但是呢停以的立场也让他遭遇了很多的穆斯林 还有阿拉伯族群 他们是刻意呢是投下了不表态票来反对拜登 而且呢这已经超过了川普 他在2016年在密西根当时击败西拉瑞 所获得的11000票的得票数 那么回过2020年 其实拜登他在密西根这个州呢 他是约15万的得票率打败了川普 那么现在呢其实选民以外呢 包括了在以哈战争的立场上 包括了拜登他的同党人都已经很反对拜登 因为呢路透社就访问了超过12名的民主党的高层 以及50多位的选民还有活动人士 其实现在民主党内部对于拜登他处理尾巴问题呢 是非常的愤怒 而且这个愤怒值已经超过了预期 恐怕会对11月的大选支持率造成一个严重的影响 而且呢特别是反对拜登的人 通常是年轻的民主党人还有有色人种 那么根据加萨卫生部呢 其实在战火方面已经有超过29700人死亡 尽管拜登他26号的时候就表示呢 希望他在一个礼拜之内可以看到临时听或以释放人质 不过哈马斯和以色列在谈判上呢 其实到现在并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恐怕呢拜登他这么说恐怕是言之过早 而且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拜登这个说法之后 他随后就接受了这个路透的采访 跟着呢路透就给出了一个新的影片 是纳坦雅胡他的一个访问 他随后就表示他应用了哈佛大学和政治严重中心的一个单位民调 他强调其实一直以来呢 他是都是在抵御各方想要早一点点结束战争的一个压力 那么现在这个立场是已经获得了美国的公众的支持 所以呢这一席话其实让拜登说 相信可以暂时停火一事 立刻就被打上问号 最后再来看到惊吓冲突酿成了两名大陆 有一名不幸死亡 那么两岸情势也是更加的紧绷 那么常年观察台海迈动的大陆学者就直指 这件事情有关的人并没有处理好 民进党执政各种去中国化 这也让两岸增添了更多的不信任感 如果要解决两岸的针锋相对 必须要重启两岸官方之间的对话机制 一艘大陆渔船遭大陆海巡追汽时 酿两死令两岸情势升温 而在调查过程中最能厘清案情的监视器沉迷 双方协调谈判破局 惊吓之间限制水域的默契线 恐怕也随此时打破惯例 目前卡在两岸间的枝道坎 又该如何跨过去 我想两岸人老百姓之间是没有多少什么怨恨的 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 其实真的有关的人没有处理好 尤其台湾大选后 先是原定3月1号解除附路旅游的禁团令 突然发夹弯 便无限期停团 民进党选前的承诺 说变就变 再到惊吓冲突 双方各说各话 两岸关系俨然是从冰点降至零下40度 两岸该如何缓解针锋相对的氛围 台湾执权者不能够去 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面越左越远 一定要反对文化态度 而不是在这里去中国化 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就跟当局有关系了 看你当局怎么想 你把它去中国化了 你什么办法都有 蔡英文时代进入尾山两岸关系 近八年来的变化极大 被陆方视为务实台独者的赖清德520 就职后两岸关系到经贸走向 要如何让陆方维持过去会台让利的心态 而不是转变为制裁Alpha清零 是当权者该好好思考的一大课题 记者林静线 严配于北京采访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